第三十八回 至五 果然贾母带了王夫人凤姐 奸请薛姨妈等进园来 贾母应问 哪一处好 王夫人道 平老太太爱在哪一处 就在哪一处 凤姐道 偶像线已经摆下了 那山坡下两颗桂花开得又好 河里的水又壁清 坐在河当中亭子上 岂不敞亮 看着水 盐也清亮 贾母听了说 这话很是 说着 就引了众人 往偶像蟹来 原来这偶像蟹 盖在池中 四面有窗 左右有驱廊可通 亦是跨水接岸 后面又有 曲折竹桥案接 众人上了竹桥 凤姐忙上来掺着贾母 口里说 老祖宗只管卖大步走 不相干的 这竹子桥规矩是 搁吱搁渣的 一时进入蟹中 只见栏杆外 另放着两张竹案 一个上面设着杯注酒具 一个上头设着茶险茶鱼 各色茶具 那边有两三个丫头 山风炉煮茶 这一边另外几个丫头 也山风炉烫酒呢 贾母喜得盲问 这茶想得到 且是地方 东西都干净 湘芸笑道 这是宝姐姐帮我预备的 贾母道 我说这孩子细致 凡事想得妥当 一面说 一面又看见柱上挂的 黑漆欠棒的对子 命人念 湘芸念道 芙蓉引破归蓝江 林偶香绳写竹桥 贾母听了 又抬头看扁 应回头向薛姨妈道 我先小时 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 叫做什么镇霞阁 我那时 也只像他们这么大年纪 同姊妹们天天玩去 那日谁知 我湿了脚掉下去 几乎没淹死 好容易救了上来 到底被那木钉 把头碰破了 如今这鬓角上 那指头顶大的一块窝 就是那残破了 众人都怕经了水 又怕冒了风 都说活不得了 谁知 静好了 凤姐不等人说 先笑道 那时要活不得 如今这大福 可叫水响呢 可知老祖宗 从小的福寿就不小 神差鬼使 碰出哪个窝来 好成福寿的 寿星老儿头上 原是一个窝 因为万福万寿 成满了 所以到突高出些来了 魏吉说完 贾母与众人都笑软了 贾母笑道 这猴儿 惯得了不得 只管拿我取笑起来 恨得我撕你那油嘴 凤姐笑道 回来吃螃蟹 恐惧得冷在心里 他老祖宗笑一笑 开开心 一高兴 多吃两个也就无妨了 贾母笑道 明儿叫你日夜跟着我 我倒常笑笑觉得开心 不许回家去 王夫人笑道 老太太因为喜欢她 才惯得她这样 还这样说 她明儿越发无礼了 贾母笑道 我喜欢她这样 况且 她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 家常没人 娘儿们原该这样 横竖离体不错就罢 没得到叫她 从神似的做什么 说着 一起进入亭子 献过茶 凤姐忙着搭桌子 要背入 上面一桌 贾母薛姨妈 宝钗 带玉 宝玉 东边一桌 史湘云 王夫人 迎探西 西边靠门一桌 李丸和凤姐的 虚设座位 二人皆不敢坐 只在贾母 王夫人 两桌上 伺候 凤姐吩咐 螃蟹不可多拿来 仍旧放在蒸笼里 拿十个来 吃了再拿 一面又要水洗了手 站在贾母跟前包贲肉 头次让薛姨妈 薛姨妈道 我自己掰着吃香甜 不用人让 凤姐便奉于贾母 二次的便于宝玉 又说 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 又命小丫头们 去取菊花叶儿 桂花蕊薰的 绿豆面子来 预备洗手 史湘云陪着吃了一个 就下座来让人 又出至外头 令人乘两盘子 与赵姨娘 周姨娘送去 又见凤姐走来道 你不惯张罗 你吃你的 我先替你张罗 等算了我再吃 香云不肯 又令人在那边廊上 摆了两桌 让鸳鸯 琥珀采霞采云 平儿去坐 鸳鸯 应向凤姐笑道 二奶奶在这里伺候 我们可吃去了 凤姐儿道 你们只管去 都交给我就是了 说着 史湘云仍入了席 凤姐和李丸 也胡乱硬了解 凤姐仍是下来张罗 一时出至廊上 鸳鸯等正吃得高兴 见她来了 鸳鸯等站起来道 奶奶又出来做什么 让我们也受用一会儿 凤姐笑道 鸳鸯小蹄子越发坏了 我替你当差道不领情 还抱怨我 还不快蒸一盅酒来我喝呢 鸳鸯笑着 忙蒸了一杯酒 送至凤姐唇边 凤姐一仰脖子吃了 琥珀采霞二人 也蒸上一杯 送至凤姐唇边 那凤姐也吃了 平儿早替了一颗黄子送来 凤姐道 多倒些姜醋 一面也吃了笑道 你们坐着吃吧 我可去了 鸳鸯笑道 好没脸 是我们的东西 凤姐儿笑道 你少和我作怪 你知道你莲二爷爱上了你 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做小老婆呢 鸳鸯道 这也是做奶奶说出来的话 我不拿新手抹你一脸算不得 说着赶来就要抹 凤姐儿秧道 好姐姐 饶我这一遭吧 虎珀笑道 鸳鸭头要去了 平鸭头还饶她 你们看看 没有吃了两个螃蟹 倒喝了一碟子醋 她也算不会懒酸了 平儿手里正掰了个满黄的螃蟹 听如此奚落它 便拿着螃蟹罩着虎珀脸上抹来 口内笑嘛 我把你这嚼舌根子的小梯子 虎珀也笑着往旁边一躲 平儿使空了往前一撞 正恰恰地抹在凤姐儿塞上 凤姐儿正和鸳鸯嘲笑 不妨唬了一跳 哎呦了一声 众人撑不住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凤姐也经不住笑骂道 此仓妇 吃离了眼了 混过你娘的 平儿忙赶过来替她擦了 亲自去端水 鸳鸯道 阿弥陀佛 这是个报应 贾母那边听见一叠声问 见了什么这样乐 告诉我们也笑笑 鸳鸯等忙高声笑回答 二奶奶来抢螃蟹吃 平安恼了 抹了她主子一脸的螃蟹黄子 主子奴才打架呢 贾母和王夫人等 听了也笑起来 贾母笑道 你们看那可怜剑的 把那小腿子旗子 给她点子吃也就完了 鸳鸯等笑着答应了 高声又说道 这满桌的腿子 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 凤姐洗了脸走来 又服侍贾母等吃了一回 黛玉独不敢多吃 只吃了一点夹子肉就下来了 贾母一时不吃了 大家方散 都洗了手 也有看花的 也有弄水看鱼的 游玩了一回 王夫人应向贾母说 这里风大 才又吃了螃蟹 老太太还是回房去歇歇罢了 若高兴 明日再来逛逛 贾母听了笑道 正是呢 我怕你们高兴 我走了 又怕扫了你们的兴 即这么说 咱们就都去吧 回头又嘱咐香芸 别让你宝哥哥林姐姐多吃了 香芸答应着 又嘱咐香芸宝差二人说 你两个也别多吃 那东西虽好吃 不是什么好的 吃多了肚子疼 二人忙硬着送出园外 仍旧回来 令将残袭收拾的令摆 宝遇到 也不用摆 咱们起坐师 把那大团圆桌就放当中 韭菜都放着 也不必拘定座位 有爱吃的大家去吃 散坐岂不便宜 宝差道 这话极是 香芸道 虽如此说 还有别人 因幼命令摆一桌 捡了热旁起来 请席人 子涓 思琪 士叔 入画 婴儿 翠墨等 一处共作 山坡柜树底下 铺下两条花毡 命答应的婆子 并小丫头等 也都做了 只管随意吃喝 等使唤再来 香芸便取了尸体 用针碗在墙上 众人看了都说 新奇过新奇 只怕做不出来 香芸又把不献运的缘故 说了一番 早遇到 这才是正理 活也醉不起献运 林黛玉 因不大吃酒 又不吃螃蟹 自立人多了一个袖墩 以栏杆坐着 拿着钓钓钓鱼 宝钗手里拿着一只桂花 玩了一会 附在窗件上 掐了桂蕊 致向水面 引得由鱼浮上来煞蝶 香芸出一回神 又让一回袭人等 又招呼山坡下的众人 只管放两只 盼春和李丸 西春立在垂柳阴中看欧路 迎春又独在花阴下 拿着花针穿茉莉花 宝玉又看了一回 袋玉钓鱼 一回又俯在宝钗旁边 说笑两句 一回又看席人等 吃螃蟹 自己也陪他饮两口酒 席人又剥一颗肉给他吃 袋玉放下钓杆 走至坐间 拿起那乌银梅花 自珍湖来 捡了一个小小的海棠 冻石浇叶碑 丫鬟看见 知他要饮酒 忙走着上来蒸 带玉道 你们只管吃去 让我自珍 这才有趣 说着便蒸了半盏 看时却是黄酒 应说道 我吃了一点子螃蟹 觉得心口微微的疼 须得热热的喝口烧酒 宝玉忙道 有烧酒 便领将那荷荒花 进的酒烫一壶来 带玉也只吃了一口 便放下了 宝钗也走过来 另拿了一支杯来 也饮了一口 便针笔 至墙上 把头一个一举勾了 底下又坠了一个横子 宝玉忙道 好姐姐 第二个我已经有了四举了 你让我坐吧 宝钗笑道 我好容易有了一手 你就忙得这样 带玉也不说话 接过笔来 把第八个问菊勾了 接着 把第十一个菊梦也勾了 也坠一个箫子 宝玉也拿起笔来 将第二个纺菊也勾了 也坠上一个酱子 盼春走来看看道 竟没有人坐三局 向我坐着三局 又指着宝玉笑道 财宣过总不许带出规格字样来 你可要留神 说着 只见使将云走来 将第四第五 对局攻局 一连两个都勾了 也坠上一个箫子 盼春道 你也该起个号 湘芸笑道 我们家里如今 虽有几树仙馆 我又不住着 见了来也没去 宝钗笑道 方才老太太说 你们家也有这个水瓶 叫枕霞阁 难道不是你的 如今虽没了 你到底是救主人 众人都道有礼 宝玉不带湘芸动手 便带将箱子抹了 改了一个匣子 又有顿饭功夫 十二体一拳 各自腾出来 都交于迎春 另拿了一张血浪尖过来 一并腾露出来 某人坐的底下 罪名某人的号 李丸等 从头看起 一举横无君 愁望西风 抱闷思 了红未白 断肠时 空离旧谱 秋无际 寿月清霜 梦有之 念念心随 归艳远 寥寥坐听 晚真吃 谁连我为黄花病 未雨重阳 会有期 放菊 怡红公子 前衬霜情 事意犹 酒杯药斩 莫烟流 霜前月下 谁家重 见外离边 何处愁 垃圾远来 情得得 冷淫不尽 性悠悠 黄花若解 连诗客 修复今朝 挂帐头 重举 怡红公子 携除秋朴 自宜来 离畔亭前 故故灾 昨夜不起 惊与火 今朝游喜 待霜开 冷淫秋色 诗牵手 醉乐寒香 酒一杯 全盖泥风 情户兮 好之景静 绝尘埃 对局 枕霞就有 别谱一来 贵笔金 一层浅淡 一层深 消疏离畔 磕头座 清冷乡中 报夕营 数去更无 君傲事 看来唯有 我之音 秋光荏苒 休姑父 相对缘疑 稀寸音 共局 枕霞就有 弹琴灼酒 喜勘愁 几岸亭亭 点赘忧 革坐相分 三静路 抛书人队 一枝秋 双清纸杖 来星梦 蒲冷学阳 亦旧有 傲视也因 同气味 春风桃里 未烟流 永局 萧香妃子 无赖 诗魔 昏 小青 绕离 七十 自尘音 豪端 韵秀 凌霜 血 头是 情香 对月 盈 满指 自连 提 宿远 片 盐 水 解 宿 秋 星 一从 桃令 平 张 后 千古高峰 说道经 话局 横舞 君 诗于细笔 不知狂 岂是丹青 废较量 巨叶颇成 千点墨 赞花染出 几痕霜 淡农神会 风前影 跳脱秋生 万底香 默认 末认冬里 闲采采多 年平 辽矣 魏 崇阳 问局 消香 妃子 玉讯秋情 众墨枝 南南 副手 寇 东 梨 孤标 傲事 接水 影 一样花开 为底池 朴露亭霜 何寂寞 红归穷病 可相思 修言句事 无谈者 劫雨何妨 片雨时 三局 焦下课 平宫离灾 日日忙 折来修认 静中庄 长安公子 英花辟 彭泽先生 是酒狂 短定冷战 三静路 可静香染 九秋霜 高情不入 识人眼 拍手平塌 笑路旁 举影 枕霞就有 秋光叠叠 覆重重 浅度偷遗 三静中 窗阁书灯 瞄远近 梨衰破月 锁玲珑 寒芳流照 浑荫柱 双映传神 梦也空 珍重暗乡 修踏碎 平谁醉眼 任朦胧 菊梦 萧香妃子 梨盼秋憨 一较轻 河云半月 不分明 登山飞幕 装升迭 依旧还寻 桃令蒙 睡去 衣衣 随燕断 经回故故 脑穷明 醒时忧怨 同水素 摔草寒烟 无限情 残局 焦下客 露宁露 露宁霜重 渐清漆 宴上才过 小雪时 地有余香 金淡薄 知无泉叶 脆离坯 半床落月 穷生病 万里寒云 宴震迟 明月秋风 知再会 暂时分手 莫相思 众人看一手 赞一手 彼此称阳不已 李丸笑道 等我从公平来 通篇看来 个人有个人的警惧 今日公平 永局第一 问局第二 局梦第三 题目新 师也新 利益更新 恼不得 要推 萧萧妃子为魁了 然后 三局 对局 攻局 化局 一局 次之 宝玉听说 戏得拍手叫 即是 急功道 戴玉道 我那手也不好 到底上于千翘去 李丸道 巧得却好 不如堆砌生意 戴玉道 据我看来 同一句好的事 普冷斜阳 亦旧有 这句背面覆粉 抛出人队 一支秋 已经妙诀 将功局说完 没出再说 故翻回来想到 未差未功之先 一丝深透 李丸笑道 故如此说 你的口齿情相聚 也低得过了 盼春又道 到底要算 恒武军沉着 秋武军 梦有之 把个意子 竟轰染出来了 宝钗笑道 你的短病冷沾 各经相染 也就把三菊 形容的一个 缝也没了 湘云道 接水影 为底池 真个把个菊花 问得无言可对 李丸笑道 你的磕头座 抱心盈 竟一时 也不能别开 菊花有之 也必烦你了 说得大家都笑了 宝玉笑道 我又落地 难道谁家种 何处秋 辣鸡远来 冷淫不尽 都不是仿 昨夜雨 今朝霜 都不是重不成 但恨敌不上 口齿情香 对月银 清冷香中 抱西银 短病葛金 金蛋薄 翠梨匹 秋武冀 梦有之 这几句罢了 又道 米儿闲了 我一个人 做出十二手来 李丸道 你的也好 只是不及 这几句心巧就是了 大家又平了一回 傅又要了热谢来 就在大圆桌子上 吃了一回 宝玉笑道 今日时傲赏贵 亦不可无失 我已嬴成 谁还敢做呢 说着 便洗了手 提笔写出 众人看到 池敖更喜贵阴凉 泼醋雷浆 星欲望 韬铁王孙 因有酒 横行公子 却无常 其间激冷 常忘记 纸上瞻星 喜上香 原为世人 没口腹 颇先曾笑 一声忙 带玉笑道 这样的诗 要一百首也有 宝玉笑道 你这会子财力已尽 不说不能做了 还贬人家 带玉听了 并不答言 也不思索 提起笔了一挥 已有了一首 众人看到 铁甲长歌 死未忘 堆盘四象 喜仙肠 熬风嫩郁 霜霜满 壳涂红枝 快快香 多肉更连 清八足 助情谁劝 我千商 对思佳品愁佳节 贵福清风 菊带霜 宝玉看了正喝彩 丹玉便一把撕了 令人烧去 应笑道 我的不起你的 我烧了它 你那个很好 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 你留着它 给人看 宝钗接着笑道 我也勉强了一手 未必好 写出来起笑吧 说着也写了出来 大家看时 写道是 贵爱同音 做举商 长安严口 盼崇洋 眼前道路 无精尾 霹雳春秋 空黑黄 看到这里 众人不惊叫绝 宝玉道 写得痛快 我的诗也该烧了 又看底下道 酒味嫡心 还用菊 性房积冷 定须将 一经落府 成何意 月浦空雨 何树香 众人看必 都说这是 石螃蟹绝唱 这些小题目 原要遇大义 才算是人才 只是讽刺 世人太独了些 说着 只见平儿 附近原来 不知做什么 且听下回分解 我说是 石螢蟹绝唱 词 我说是 石螢蟹绿唱 就算是